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ating.com为大家提供的flutter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地 这讲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flutter中的网络请求 在讲解网络请求之前 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flutter中的json字符串和map类型的转换 我们获取的服务器的数据 它都是真要的一些json字符串 接下来的话我们想的是 以借值对的方式来显示这个数据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样一个json字符串 给它转换成map类型 把我们json字符串转换成map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用json.decode 可以把json字符串转换成map类型 如果想的是把我们这样一个map类型的数据 转换成json字符串的话 我们可以用json.encode 当然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 无论你用json.encode 还是json.encode 你都需要引入我们这个data convert 这个酷 这个酷的话 它是我们这个系统内置的 你直接引入就行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首先给大家也试一下 这个会了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处理这个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试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然后接下来的话把所有的都关闭 关闭以后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这就是我们前边的项目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新增了两个按钮 一个叫get请求 一个叫post请求 一会的话我们要给大家一页 然后还有个页面 我们回头给大家一页 是这个渲染数据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首页 首页里边给大家一页 是这个json.encode和json.decode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写一下这个init state 表示初始化的时候触发这个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边我们给大家一页 首先的话这里边定义一个 Map例行的数据 Map 比如说这里边一个user info 然后接下来的话 等于这里边有user name user name等于一个张三 稍等 这里边叫张三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里边还有他的 Age Age 来个20 这就是什么数据 是不是就是一个 Map例行的数据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的是 把这样一个Map例行的数据 转换成一个json 字符串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仔细看 我直接打印 这里边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json.encode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Map例行的数据 转换成这个json字符串 当然这里边要注意 你看你直接写这个json.encode的时候 这里边 有这个提示 他告诉我们要引入什么 是不是要引入这个 Dart convert 这个酷 你就把它引入一下 这个酷的话 把系统内置的直接引入就行 以后你看一下这里边是不是就不包错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当然这里边我一运行 他下面是不是应该就能打印出我们这个json字符串 OK 当然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类型 这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VR一个A 比如说等于他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 打印一下 看这个A是什么类型 看一下这个userInfo是什么类型 比如说我们首先看userInfo 那就是userInfo 然后这里边那个A字 A字什么呢 A字Map 我们看他打印出true还是force 如果是true 表示它是个map类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A A字什么 A字stree 如果两个都是true的话 表示我们上面是map类型 下面这个是一个stree类型 那这时候的话 就表示我们这个 map类型已经转换成了我们这个stree 你看一下是不是都是true 这就是jsonencode 把map类型的数据 map类型数据转换 转换成json字符串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继续 我们首先把这个 给大家 备注一下 也就是把它给注释掉 注释掉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定义一个json字符串 比如说同样的 val一个userInfo 或者我们写个stree stree类型的userInfo 然后接下来的话 它是个字符串 当然它是一个json字符串 所以这时候我们得这样写 这里边的话来个userName 或者我们这里边复制一下 userName 等于个章三 userName 等于 章三 就英文吧 然后在这里边来一个 age age来一个叫 20 age来个20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json字符串 就定义好了 定义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转换 成这个map类型 因为你转换成map类型以后 我们回头才可以这样用 就是我们直接数 userInfo下面的userName 是不是才可以获取它 那这样的话 就是默认情况 这个3例型 你是没法获取 这里边的 界值准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叫 json.decode 进行转换 decode 然后把这个userInfo给它传入 然后这里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 复制给这里边的 map类型的一个什么 比如说就叫u OK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u 然后这里边来个 userName 是不是获取它里面 这个值 那这个u 下边的userName 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是个张三 那就是我们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运行一下 看这里边能不能打印出一个张三 看一下张三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把 把这个 json字符串 json字符串 转换成我们这个map类型 转换成map类型 转换成map类型 OK 这个必须得知道 因为回头 因为回头我们在服务器获取到的数据 它都是 类似于这种格式 这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用 json.decode 把它转换成我们 map类型 转换完成以后 我们才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操作 我们这个 叫map对象 行 这个我们就介绍到这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json json.decode 以及 json.decode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请求数据 请求数据的话 在flutter中给我们 提供了好多库 包括flutter 他这个 末日的库里边也有这个请求数据 就是Dart里边 我们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个请求数据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 在这个flutter里边 讲解一下 在这个flutter里边请求数据的话 那这里边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叫http这个库 你在这个pub.dev 上面直接搜索这个http 就可以找到 包括你看 打开这个pub.dev 你发现用的最多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http 你可以点开它 也可以在这里边搜http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开它看一下这个库如何使用 这个库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 其实我们在Dart里边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它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试一下 get请求数据 以及post提交数据 要使用我们这个第三方库的话 都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步 是不是要 配置我们这个依赖 并且下载我们这个库 那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下 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在这 配置一下 配置完成以后 保存 Ctrl G S 保存 保存以后 这里边会执行这个 叫flutter package get 那这里边我们稍等一下 OK 只有它这里边成功以后 你再继续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你再重新 重新来一下 或者手动执行一下 flutter package get OK 那这里边的话 http库下载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说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 home页面里边给大家演示 我们首先演示一下 请求数据 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post提交数据 那请求数据的话 这里边unpress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 执行方法 叫get get date get date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 上面这 绑定这个get date 这叫请求数据 OK get date get date 的时候我们想的是 从服务器 获取 获取一个 API接口里边的数据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文档使用了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配置好了 配置好以后 你看一下 他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 如何去请求这个数据的方法 如果你是post的话 你看一下 直接这样 是不是给我们对应的这个地址 提交数据 注意 post是网服务器提交 我们这个get的话 是请求数据 这里边这几个demo都是 post的 接下来我们再找到这个example 你看一下 这里边它有个类子是什么 是不是通过http get 来请求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参考这个demo 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那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 在请求数据的时候 它这个请求数据的方法 是一个异步方法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用这个avit 来获取它返回的数据 那要用到这个avit的话 你要注意 这外层这个方法 是不是要变成一个async的方法 OK 那接下来我们也试一下 首先刚才说了 第一步需要安装配置 安装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这个http.get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引入这个库 所以接下来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页面里边 引入这个库 引入这个http这个库 当然这里面这个dart 但是下面的这个convert 这个也需要引入 因为回头我们要用到这里边的这个叫 json.decode 所以你把它俩引入 包括在它的这个demo上面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引入了 这两个库 OK 引入以后 然后接下来定义我们这个api地址 那这个api接口地址的话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里边比如说我们val 一个api api url 然后这里边等于我们准备好的这个api接口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api接口 这个api接口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一串 json的数据 当然我们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用我们本地这个接口 然后一会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用我们真实的服务器上的这个api接口 来渲染我们这个列表数据 这个接口的话非常简单 回头我把这个代码也发给大家 这个接口是用not.js来写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 你看 访问这里边的这个叫 192.168.0.5 其实这时候 默认访问的是哪 默认访问的就是我们这个程序里边的这个路由 它返回一个首页 接下来我们要 访问这个新闻数据的话 这时候就在这后边加个 鞋盖news 这样的话 它就返回了一串json 当然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的是 请求这个接口 把我们这个数据 渲染到我们这个flutter的应用上 所以接下来你就把我们这里边这个接口 放到这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 post的接口 这个我们一会再说 放到这以后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请求数据了 这里边var result isurt 等于avate http http.get get的话 把我们这个apior给它放上去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数据了 当然这里边 这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判断 你看文档上面 它这样写的 获取到以后 它看它返回的一个状态门 如果状态门等于两位的话 表示请求数据成功 然后它会把我们这个json数据 放在这个 response.board里边 也就是你返回的这个的 board里边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叫 Stadius code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 试一下 这里边我们进行个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里边这个叫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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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个叫 Stadius code 等于等于 利亚伯 利亚伯的话 表示请求数据成功 else的话 这里边表示 请求数据失败 失败的话 我们就打印一下它 返回的一个状态门 比如说你到底是404 还是403 还是500错误 如果成功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打印一下 它返回的数据 那它返回的数据 放到哪了 放在这个result 点一个board里边 点board里边 如果大家记不住这些参数的话 一种可以看文道 另一种方式 你直接打印一下这个result 打印一下这个result 那这是我们也可以 获取到 它里边的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到底对不对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获取 我们这个数据 也就是待会点击 按钮的时候 我们要 获取它返回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点击 获取数据 看一下 这是新闻数据 是不是获取到了 这里边这个新闻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 JSN字符串 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 我们这个 Map里形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这里边通过 jsn.decode 然后这里边把result.board 给它放进去 那这时候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Map里形的数据 那这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 点一下 你看一下 这里边 这里边这个区别 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不是有引号 下面没有 OK 如果你转换成Map里形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渲染到我们这个页面上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 Text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 Text Text的组件 Text 稍等 Text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 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 叫news 写个news 然后这里边调用 this.garenews OK 那这个news是不是不存在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在上面定义这个属性 这里边public 不叫public 叫street 在我们这个 TypeScript里边 它有这个public streetnews 比如说等于co OK 当你请求到数据以后 也就是这里边 是不是请求到数据了 请求到数据以后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让this.news 等于什么 等于 JsonDecode JsonDecode 然后他 他里边的什么 比如说他里边的 是不是应该 刚才有一个什么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 叫message 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这样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Response的body 附给这个news 附给这个news 然后要注意 你要改变我们这个页面 的数据的话 你是不是要重新进行什么 重新渲染 重新渲染的话 是不是调用 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set data 然后把我们重新渲染的数据 放到这 然后接下来 你在这里边的话 就可以怎么写 这里边的话 是不是叫news 下面的message 那这时候我们直接 这样来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刚才是把返回的数据 放在了这个 message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数字里边 所以这时候我们调用他的message 那这时候 在我们页面上 是不是应该写 这是新闻 那这时候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text 重新运行一下 这里边写错了 这里边没有什么呢 没有我们这个 封号 应该是个逗号 然后再来一下 也就是默认加载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test是空 当我们请求数据 请求完这以后 你看一下 这是新闻数据 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请求我们这个服务器上的数据 非常简单 直接通过这么几号代码就实现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我们这个服务器端提交数据 也就是post提交数据 那post提交数据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也是接听这个叫 post date 这个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写我们这个方法 这叫 提交数据 OK 那这个方法里边代码的话和上面基本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快速的给大家复制一下 首先的话 因为他里边这个请求数据是一个异步 我们要等待他执行完成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边写一个async 在这个方法里边写个async 然后里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代码拿过来 拿过来给大家改一下 然后请求的地址的话 要注意 我们要提交数据的话 回头要请求 Duelonging 在这个Duelonging 这个方法里边 他可以接收我们客户端传过来的数据 就是我们待会传的数据 他会打印在我们这个服务区端这里边 这个是给大家看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边 首先改一下这个API接口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请求的方式 这里边改成Post Post的时候 你看一下文道 在我们这个第2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给他传 对应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 你放在这个Boardy参数里边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样写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要把这个username 然后这里边等于一个 张3 然后这里边来个age age等于一个20 给他传过去 那这里边的这个数据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mapli型的数据 这里边要注意一下 他得这样写 传过去以后 待会在我们这里边就可以打印出这个数据 那接下来也试一下 这里边API接口改了 然后这里边改成Post Post以后 当他的这个状态等于 两百以后 两百以后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打印出他返回的这个数据 就是服务器端 他成功以后 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Post成功 所以待会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 他这里边有没有个Post成功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在这个服务器端看一下 服务器端有没有获取这个客户端 给他提交过来的数据 这就是Post提交数据 然后接下来重新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仔细看 仔细看 末日这里边这里边是没有打印出我们这里边传过来的这个 Username以及这个Age 那接下来你仔细看 我们在这里边点击 Post提交数据看一下 在我们当前的这个客户端是否返回Post成功 然后在这个服务端 是不是接收到了什么 是不是接收到了我们刚才传过来的这个数据 就这个意思 行 我们这个HTTP 请求数据 以及把我们这个数据提交到服务器 我们就给大家也是到这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给大家实现一下 请求我们一个真实的API接口 也就是远程的API接口 来把我们远程API接口的数据 渲染到我们这个本地 就是请求这个接口 那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哪呢 在这个请求数据的这个demo页面 给大家也是 那这是我们把所有的代码都关闭 关闭以后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http.dat里面给大家也是 这是我们客户新界的一个 页面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这里边的话 你首先要用这个请求数据 你是不是把这个http.dat 和这个data convert给它引入 引入 引入以后 然后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的是 加载的时候 是不是要请求数据 请求完之后 把它削扰到一个列表上 那就是我们这样做 我们首先在外层 递一个list list 然后这里边 一个list list等于空 因为你看一下 因为我们回头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它虽然是个map类型 但是我们回头要把这里边这个数组 付给list 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定义一个 list类型的list 这个数据格式的话 回头根据你的需求去定义 我们这里边的话就是这个叫list类型 OK 这个定义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 监听这个叫什么 init state init state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边 执行请求数据 这里边我们写个get date的方法 get date的方法 然后在这里边调用它 就叫z4.get date 这样我们的页面一加载 它是不是就会执行这个方法 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 请求数据 这里边定义apiurl apiurl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边准备好的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边vr一个response 或result都行 isurt 等于avit a w a i t avit this 不叫this 叫http http http 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get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apurl 发到这 然后注意 这里边这个方法要改成一个async的方法 OK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数据就会 就拿到了啊 拿到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进行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result 点一个叫 Stadius Code 等于等于 两倍 是表示请求数据成功 成功以后 我们答应一下这个数据啊 那这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 result 点一个body里边啊 没问题啊 els 失败 失败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打印出他这个叫 状态码啊 那就是这里边写一个比如说叫失败啊 失败啊 然后这里边的话 呃 拼接上他这个状态码 那就是 叫什么呢 叫result Stadius Stadius Code啊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请求数据就写好了啊 写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首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请求数据啊 当我们这里边 运行以后啊 运行以后我们点击到这个页面 你看啊 点击到这个页面 一进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应该会触发请求数据啊 看一下是不是就拿到这些数据了 拿到这些数据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的是把这些数据啊 渲染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啊 那怎么渲染呢 这时候要注意啊 他这里边的话是一个 字符串啊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没法直接 循环便利这个字符串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得这样写啊 仔细看 我们这里边的话 把它转换成一个map类型 然后复制给这里边的list 要注意的是 你看我们这里边这个格式啊 这里边的话 它是个map类型啊 map类型 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这个result里边 result的话是不是又是一个数据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result是不是复制给这个list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会看这种json格式的数据的话啊 你可以怎么看呢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接口啊 请求一下 或者在我们这个流浪器安装一个json格式化的插件啊 安装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 或者你在这复制完成以后 这里边有个教育格式 看一下 他就给我们生成了这种格式啊 生成这种格式 啊 那它是个map类型的吧 map类型 然后接下来的话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这个result里边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result的话 这里边是不是就是这个数组啊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循环变类这个数组了 然后把里边的数据削扰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样写啊 仔细看啊 在这里边的话啊 呃我们在这这样写啊 首先定义了一个list 当你请求完成数据以后 我们这里边执行这个叫seate state seate state 然后这里边让this.list 或者这里边你也可以改成私有的 那就是加个gar this.garlist 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等于啊 这个叫 gsn.什么 gsn.一个decode啊 一定要注意把它加上去 然后这里边啊 调用它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呢 调用它里边这个叫result gsn.decode这里边是不是就是个map对象 然后这里边的话我们需要把数组付给他 那这里边你就把这个result传给他啊 那这里边我们把这个result传给他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this.garlist 也就是这个list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数组了 也就是这里边这个数组啊 这个数组东西还是比较多 OK 那这个list有数据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 share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写一个叫listview listview 当然要注意啊 我们想的是这样的啊 就是你看一下 因为你请求数据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延迟啊 因为你要从服务器请求数据啊 所以这个店面的话 它可能得执行个 多少毫秒对吧 所以当我们请求数据之前 我们想的是在页面上写个加载中 请求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把我们这些数据 虚拦到页面上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啊 仔细看 这里边这个list 默论等于空 所以这时候我们判断一下它的长度 如果这个this.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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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于零的话啊 这里边可以写个三目 大于零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这样写啊 大于零稍等 这里边怎么这样写大于零 然后这里边的话 来个问号 然后这里边我们加载一个叫listview 加载一个listview 然后else else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里边加载一个text的组件啊 当然你加载的组件的话是你自己定义的啊 你也可以给他加载一些其他组件 然后这里边写一个叫 加载中 加载中 OK 那这样当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this.list 是不是等于空啊 所以这里边是不是显示它了 当请求完成数据啊 当你请求完成数据以后 这里边执行了set state 然后list不等于空了 不等于空的时候 那这里边重新渲染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渲染出我们这个列表了 OK 然后在listview里边 我们写个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叫 写一个叫 tildo tildo 然后tildo里边我们是不是要 雄环别例这个list till 那这时候怎么写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啊 仔细看 通过this.list.map 注意后边的话要把它转换成我们这个list 所以调用一下这个toolist啊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传入我们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边的话 接受一个参数叫value value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边每个值啊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 给它返回啊 r e t u r n retort一个叫list tel list till里边我们定义这个标题啊 标题 注意这里边把这个 符号加上去 标题的话这里边是个text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写 写是我们这个里边的内容啊 每一个value的话是什么呢 每个value的话就是这里边 对应的这个map类型的这个数据啊 那我们这里边的数据的话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这里边它是一个二维的啊 回头我们只给大家实现这个意味的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对的这些数据先删掉一些啊 你看一下啊 就是相当于result里边有这么些数据啊 然后下面的话同样的有这么些数据啊 我首先把这个删掉 删掉以后 那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清晰一些啊 就是我们result里边有个数组 数组里边的话 这里边是这个map对象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获取里边这个title啊 因为每个value啊 每个value就是它 然后接下来要获取它的title 那时候我们就这样获取啊 仔细看 然后这里边通过value value下面的title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我们这个title啊 然后绑定到我们这个listtitle上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实现这个列表啊 这个逻辑应该能理解啊 我们把这个数据也放到这啊 也给大家拿过来 就这样一个格式的数据 你要理解什么意思啊 就是回头我们请求完成数据以后 其实这个this.list 它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啊 因为有些同学的话 可能以前没接触过啊 如果接触过的话 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来了 啊 它是这样一个数据啊 稍等把这个中块加去 再加这个括号啊 然后这里边 也可以进行一些格式化啊 也可以进行一些格式化 OK 就是它这里边这个数据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要注意一下 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 循环便利的这个数据啊 然后每个value就是它 然后接下来拿到它的title 付给这里边这个叫listtail啊 然后运行一下 看一下 最终的一个效果啊 看一下有没有实现我们的功能啊 你看我们点的时候 默认这里边加载中 不知道看到了吗 加载中 然后接下来请求完成以后 服务器的数据是不是就放到这了 这就是服务器的数据啊 没问题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列表就渲染出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 前边给大家讲的 一种渲染我们这个列表的方式啊 也就是在init state 叫init state里边 来获取我们这个数据 获取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 通过this.map 来渲染这个数据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另一种方式啊 我们前面的话是不是还学过另一种 叫listview 点一个什么呢 listview 点一个builder 来渲染我们这个数据啊 那是我把这个代码备份一下 备份一下叫bac 稍等一下啊 备份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换另一种方式啊 就是这里边这个请求数据的话都是一样的啊 这里边请求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付给这个list 这都是一样的 然后得到这样一个数据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边可以这样写了啊 刚才是通过map来渲染的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写啊 在我们这里边通过这个叫 listview listview.builder 一个叫builder listview.builder 来渲染我们这个数据 然后这里边的话 首先 有什么呢 有这个叫item item cart item cart 应该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 这个叫this.list.list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还需要配置一个参数 叫itembuilder itembuilder的话 这里边它是一个方法啊 也就是啊 你这里边配置的这个长度啊 他会变类这里边这个方法 然后把返回的数据付给这个listview 然后这里边接收这个context c-o-n-t-x-t OK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需要 返回 返回对应的这个叫listtail listtail listtail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写我们这个代码 写我们这个代码 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itembuilder里边 他接收几个参数呢 接收两个参数啊 这里边还应该有个 索引值 那在这的话 我们写我们对应的这个标题 是不是叫title title的话 它是一个text类型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加载对应的这个内容啊 内容是谁呢 内容是不是就是 this 注意 内容的话是 $ $ this.list 下边的什么 是不是下边的这个叫 index 下面的这个index 然后在下边的什么 是不是下边的这个title 要注意这个格式啊 也就是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的话 这里边的话 它没有进行个循环 但是你这里边配置长度以后 它这个程序啊 会循环变利 这里边的这个发法 然后每次循环变利的时候 把所影值付给它了 所以啊 我们每次循环变利的时候 得把这个所影值 下面对应的数据 什么打印出来 那这里边你看啊 this list 下边的index 是不是就是 相当于这个数据啊 然后下边的title 是不是才是我们对应的这个标题啊 OK 那这样就实现我们这个功能了啊 这就是通过 listviewbuilder 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啊 再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底对不对啊 然后 点下 你会发现 是不是照样能实现我们这个功能啊 行 这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啊 当然 渲染我们这个 这个异步啊 渲染我们这个异步啊 请求的这个服务器的数据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啊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常用的啊 其他方法的话 回头感兴趣 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不感兴趣的话 回头就直接用我们这里边的就没问题啊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啊 非常简单 伸懂047混合 儿子 到